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PLOT就是给我一组 X 坐标 给我一组 Y 坐标 那我们就开始进行瞄点做图 那我先看这边第一个 command X 等于 lin space 0 斗点 2 乘上 pi 这个 lin 不是 0 先生 lin 是指 linear 线性的意思 就像我们之前讲的 lin pack 那个 lin也就是 linear 的意思 lin space space 只是一个空间 那在这里空间值当然就是一维的空间 从哪里开始呢 从 0 开始 到哪里结束呢 2 pi 结束 第一点是 0 第二点是 2 pi 那总共把它切分成几点呢 它预设就是切分成 100 点 所以你得到的 X 坐标呢 你得到 X 一个向量 它的长度是 100 表示有 100 个点的坐标 那接着你把 X 送到 sin 函数里面去 就得到 Y 的坐标 那 X 坐标 Y 坐标 好 我知道有同学在喊热 我也觉得很热 奇怪 这个冷气是怎么回事 我以为天气变凉了 我还穿个长袖来 白痴 这边不是中央空调吗 怎么空调成这个样子 那同时我发觉同学 这个人也变少了 可能有些人退学了 还是有些人觉得太简单了 我就直接自己看课本就可以了 不过请注意我会点名 点名有算分数 但是所以务必麻烦各位同学要来上课 我们只有等老天爷 等天气慢慢凉下来 这边中央空调是没什么用 好 所以我们这个范例呢 看起来很简单 就是 X 坐标给它 Y 坐标给它 就把它画出来了 那其实呢 各位如果有连到我的网页去看的话 里面有去年上课的录音档 去年上课录音档呢 我就在上面画了很多东西 但是我也可以这样做 这学期上课 但是其实我不晓得是哪一个效果会比较好 有时候我觉得好像站起来这样比一比 你们会比较有感觉说前面有一次动物在走来走去 然后就比较不会睡着 但如果说我全部都挤在这里在这里画的话 有些同学就觉得 不是很显著到最后就慢慢注意力就涣散掉了 其实看各位 那么所以麻烦各位可能的话回去连到我的网页 连到我们的schedule那里 有上课的进度 进度那一点进去就可以看到去年上课的录音 各位去看一下 看看是那样上的效果比较好呢 还是像我这样在讲台上的效果比较好 好 我们把它plot出来后 最后得到的结果是怎么样呢 这就是我们的结果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从0到2π把它切成100份 所以它x坐边总共100个点 所以你看这也是连成一条线 事实上它是密集的点这样 哒哒哒哒哒哒又点在上面 只是它没有把那个点打出来而已 那两个连续的点相连的点 它就用一个直线把它拉起来 所以你看到是一个平滑的sine的曲线 那如果呢 今天如果你只给一个向量 我说plot y的话 那它就是y对什么做足呢 y对它的index在做图 所以会全等于plot 1冒号lens y 然后逗点y 那这边大家就是等于 看y的长度有多少 譬如说y的长度是100的话 这变成1到100 就变成对它的index来做图 所以等于plot你可以送给它 两个参数 也可以送给它一个参数 送给它一个参数 它就有直接对index来做图 那你想一次画出一条曲线实在太慢了 我如果一次要画出三条曲线 那怎么办 那很简单 你就依序把它送进去 你看像在这里 我说x也是一样 lean space 0到2π 切100个点 我这边特别要注意的是 等份取100个点 那是切成几份 切成99份 不要弄错了 各位知道值数问题吧 要加一个 所以是切成99份 但是头尾都算 所以总共100个点 所以把sin 有没有 x的值 sinx对x做图 cosx对x做图 sinx加上cosx对x做图 所以这样画出来 就会得到三条曲线 那么结果是这个样子 这三条曲线 所以特别它会自动会轮换颜色 第一条曲线呢 在这里是蓝色 它这边指出来是sinx对x做图 第二条曲线呢 是绿色 那第三条曲线是红色 它会自动去切换颜色 所以你就立刻可以看得出来 这边有三条不同的曲线 不同颜色的曲线 但是我刚刚讲过 它就是你给我点 我就把点和点中间 用线这样一路连上去 但是有时候我希望知道点在哪里 这时候你就要用一个marker 把它打出来 marker我们这边翻成线标 就是一个标 一个标字 一个标号在上面 那 哇 等一下 也是一样 切100份 抱歉 切99份取到100个点 取100个点 然后呢 我要画出来之后呢 第一条曲线 我用小圆圈把它画出来 第二条曲线呢 我用一个打X 第三条曲线呢 我用一个打X 那各位记得 在MATEM裡面呢 要表示字串呢 都是用单 这叫引号还是什么 叫 英文叫Single Coat 一撇 中文怎么讲 单引号 那跟这个引号有什么不一样 上引号 那也是引号 上下引号 上下引号 好 这就是单引号把它刮起来 就是一个字串 在MATEM裡面都是用单引号把它刮起来 单引号把它刮起来 在C裡面用什么符号把字串刮起来 双引号 如果在C裡面用单引号刮起来 是什么东西 字圆 不错 各位记得蛮清楚的 这边有没有修过我的C程式设计啊 有修过请举手 没有吗 好 我还以为是我的功劳 所以 算了 没有人修过 好 你看你把marker给它 有没有 X座标 Y座标marker X座标 Y座标marker X座标 Y座标marker 它就会把你画出来三条曲线 看看是什么样子 三条漂亮的曲线就画出来了 特别是因为有marker 所以你可以知道它的点 资料点在哪里 前面你如果不用marker的話 你是看不出来 因为它就把你连起来而已 那因为有marker 它就很漂亮把你画起来 同时你也可以判断说 你这个点到底够不够密集 像在这里你看起来好像够密集了 有时候资料 如果点拉得太大的话 会从 这边一个marker 下一个marker會跳在这里 中间都是空的 那这时候你就知道说 你的资料可能太稀疏了 所以这就是画出 一次画出多条曲线 那同时设定它的marker的方法 那我们刚刚都是给向量 那如果你给矩阵会是什么样子 给矩阵的话 它就会对每一个行向量做图 我记得在MateM里面 大部分的运算 你给它一个矩阵 它就会针对一个行向量 一个直行 一个直行 去做各式各样的运算 第一个呢是打Y等于Pix 这个Pix是什么东西呢 事实上它会把你画出一个 凹凸有字的曲面 我們把 mainlab 調出來看看 我的 mainlab 在這裡 譬如說我打 PIX 發現字太小 我待會下課之後再把字調大 不過現在我就只打 PIX 這樣的指令 它就畫出一個曲面出來 因為有時候你三不五時要畫出一些曲面 來做一些測試的話 這個 PIX 這個曲面就可以讓你做各式各樣的測試 那至於這個曲面的方程式是什麼呢 這我們後面會提到 這方程式事實上是有點複雜 各位想像簡單的函數不太可能產生這麼複雜的圖形 那如果說我打 我剛剛前面是打 Y 等於 PIX Y 等於 PIX 這時候得到 Y 你可以打 size Y 它是一個 49 乘 49 的矩陣 那這個矩陣事實上就是 你剛剛看到那個曲面上面 它的值 把它的值列出來 就是這個矩陣的值 所以呢如果 我們回到我們的頭影片 如果我把 PIX 的值 丟給 Y 這是一個 49 乘 49 的矩陣 然後把它畫出來 它就會對 Y 的每一個行向量進行做圖 一行一行把它畫出來 所以可以畫出幾條曲線出來 可以畫出 49 條曲線出來 那結果是怎麼樣呢 結果是這個樣子 上面就有 49 條曲線 所以你看這個圖像不像是 像不像是這個圖從側面看的結果 從側面怎麼看呢 就可以點一個旋轉 然後把它拉 有沒有 這個圖是不是就有點像這個圖 所以就圓線的曲線一條一條 你把它從側面一看 然後把每一個行向量把它畫出來 就得到這個圖 所以這邊重點就是 你給它一個向量 給它一個矩陣 它就對矩陣的每一個行向量進行做圖 到這邊有沒有什麼問題 有問題的同學要趕快舉手發問 助教我們目前發問 有發問的同學有幾個 統計在葉子上面 喔 統計在葉子上面 葉子助教今天身體不舒服 所以各位有時間寫封email去安慰它一下 助理它早點恢復健康 好 如果我送進它 送進兩個 兩個input argument X和Y都送進去 而且XY通通是矩陣 那你要怎麼辦 那它就會取用Y的每一個行向量 和對應的X行向量進行做圖 所以你要確定兩邊的維度要一樣 它的 Number of row 和Number of column 要一模一樣 它就抓一行抓一行抓一行 丟去裡面做圖 好 那這個 下面這個就有趣了 好 我把X 跟剛剛一樣 產生X是一個49乘49的矩陣 那把49乘49的矩陣 我把它翻轉過來 把它翻轉過來 把它翻轉過來 做transpose 翻轉過來以後 我對 把XY丟進去 plus裡面畫 會得到什麼東西 你可以想像嗎 這發生什麼事情 等於說 等於是說 你把剛剛這個 這個向量 好 我方向已經有點搞混了 不過意思類似一樣 就是抓一個行向量 抓一個列向量 然後分別代表X座標 讓Y座標來做出 譬如說第一個是 這個是我的X座標在這裡 我的Y座標在這裡 然後第二個 我的X座標在這裡 我的Y座標在這裡 譬如說到中間以後 我的X座標可能在這裡 Y座標在這裡 然後Y座標是 就是到這裡爬高降低等等 那你就把它畫出來 看會得到什麼結果 這個應該很難想像 其實我圖沒有畫出來之前 我也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 結果畫出來的圖是這個樣子 這個大概不太容易 之前 你還沒有畫之前 你大概很難想像 它會畫出什麼樣的圖形 不過這裡就是數學有趣的地方 還有這些 所謂的visualization有趣的地方 光資料給你 你實際上看不太出來 那是什麼東西 你一定要把它畫出來之後 才能知道說 原來是一個這麼有趣的圖形 所以這就是前面 有沒有 XY 每一個行向量 分別去當作它的 X座標和Y座標 把它做圖出來的結果 那一般情況下 那一般情況下 MateLab將矩陣視為 航向量的集合 這個我們以前講過了 不管你 不管你處理項量的函數像 Max Min 還有取平均值的Min 它都是對一列 一個直行一個直行的 航向那樣來做處理 或進行運轉 所以如果 如果 任何MateLab的函數 如果它預設是對 向量 它有處理的方式的話 如果你丟給它矩陣 它就是對每一直行的航向那樣 來進行處理 好 再過來這邊就開始 又比較複雜一點 我們剛剛講說 就是你給它一個向量 X座標Y座標它就幫你畫出來 給它一個矩陣 它就對矩陣的一直行一直行畫 那我現在給它一個負數 這個負不是正負的負 是complex complex variable 負數的變數 或負數的向量 那你怎麼樣把它畫出來 那其實很簡單 它plot z 有沒有 這z是一個 可以是一個矩陣 也可以是一個向量 那不管是什麼東西 它就把它拆開來 拆開成它的實部和須部 它實部呢 我們通常在MateLab裡面 就用real real of z 那須部呢 須部是imaginary 它直接 你直接打imag 括號z 它就可以得到它的須部 所以實部須部就拆開來了 所以plot of z 就等於plot 跟這個完全一模一樣 效果完全一模一樣 那你會問說 那既然一模一樣 為什麼要有那個東西呢 其實 有那個東西 會讓你的程式碼 比較簡潔一點 你不必每次都把它拆成real of z 和imaginary z 然後再進行plot 程式碼會變得乾淨很多 但所謂的虛數是根號負一 根號負一是一個不存在的東西 比如說我 你們解那個一人二次方程式 只有它如果你的拋物線 沒有和x軸有焦點的話 解出來的根就是虛根 虛根在一般的平面是畫不出來的 那我們通常要 正在畫它的時候 就在所謂的負數平面 負數平面就是把實部當成x 虛部當成y 然後一樣就可以畫出來 所以在這裡plot of z 就所謂的在負數平面上面做圖 把實部虛部把它拆開來 就直接畫圖 好 讓我們看看這邊有一個範例 這範例首先有產生x 是一個30乘30的亂數矩陣 亂數矩陣呢 這邊沒有白板 這邊怎麼 這邊用那麼傳統的黑板 如果用白板的話 好處是說我可以把這個 這個伸上去白板下來 我就可以在上面直接畫 不過現在恐怕有點困難 看不到 看不太到 所以 r a n d 我寫在這裡 r a n d n 你可以看出來r a n d 這是什麼 這前面學過 這叫做random number 產生介於0和1中間 uniform distribution 的random number 所以這 那這n代表什麼意思呢 n代表normal 就所謂的正規的機率分佈 正規的機率分佈 正規的機率分佈 就是一個高斯機率密度函數 這個我們後面還會再提到 那所以 r a n d n 就產生 normal distribution 的random number 30乘30 接著呢 我要算這個矩陣的 eigenvector 講到eigenvector 大概有一個頭兩個大 那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有誰可以說明一下 eigenvector的定義 有誰記得 有沒有人可以說明一下 我知道你們教你們的是 李端心老師 還有一個洪悅文老師 還有一個洪悅文老師 eigenvector的定義 記不記得 記得嗎 不太對 兩兩內積等於0是指 有一組機底是互相垂直的 兩兩內積才會等於0 eigenvector的定義呢 有沒有人願意上來試一下看看 記不記得 那個結晶有沒有點名表 下一次把它印出來 我直接叫人上來做 這樣的話會不會讓各位 比較有那個 比較不容易睡著 因為今天下午天氣這麼悶熱 事實上還蠻容易睡著的 但如果你睡著 通常我也不會叫你 只是希望你睡著的時候 打呼不要吵到旁邊的同學 一個 一個向量 a的eigenvector 和eigenvector就是 要滿足 a乘上x等於lambda乘上x x是向量 記不記得 就是你給我一個向量 這個a是給定的矩陣 你給我一個向量 這個向量乘上a 等於說經過這一道 linear transformation之後 它的方向會和原來的向量是一樣的 只差一個常數lambda 完全不記得請舉手 大家都記得喔 那也蠻難得的 有一點印象請舉手 一點點 好 不錯 還有幾位同學有印象 那既然這個東西要等於這個東西 那你要怎麼解呢 就會變成 a x 減掉lambda x 要等於一個0向量 然後呢就變成 a 減掉lambda i 乘上x 要變成一個0向量 那當然x不能是0向量 如果0向量再怎麼乘都是0向量 所以這邊 這邊這個矩陣呢 它的行列是一定要等於0 才會滿足這個條件 所以這個你就可以得到 a減lambda i的行列是要等於0 就可以把lambda解出來 那你這個行列是等於0 你把它展開呢 假設這個a是一個 n乘n的多向式 展開來就變成一個n次的多向式 然後所有的係數 假設a都是實數 那麼展開來它的多向式 也都會是實數 那麼各位知道 如果多向式它的係數是實數的話 它的根 就一定會共2出現 這在哪裡教過 這個其實我也不太記得在哪裡學過這個東西 但是很簡單嘛 你看 比如說ax平方加bx加c等於0 它只要是你的係數是實數的話 它的根就 不然的話就是實數 不然的話就是共2負數 所以我們把它的 在這裡 我們把它 eigenvalue 算出來之後 我把z畫出來 你就會發覺z它一定共2出現 那麼共2出現會出現什麼樣的圖呢 就是這樣的一個圖 這裡其實不是很清楚 x座標在哪裡呢 x的軸在這裡 x在這裡 這條線 然後y的軸在這裡 y的軸在這裡 所以只要這個點如果落在x軸上面 表示這是實根 這是實根 那在這裡呢 這個都是虛根 但虛根因為共2出現 所以你看這個跟這個是不是對稱 對這條線來講是不是對稱 這邊跟這邊是對稱的 這邊跟這邊是對稱的 這邊對稱 這邊對稱 這邊對稱這邊 所以你把圖畫出來 你立刻就發覺說 它果然是對稱的 所以表示說 任何實係數的矩陣 它產生的 eigenvalue 如果是負數就會共2出現 譬如說有一個a加bi 就一定會出現一個a減bi的 eigenvalue 所以這只是驗證這件事情 這下面為什麼不見呢 這怎麼讓它再下來一點 我下面還有字呢 好 謝謝 所以這邊的圖是上下對稱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概念 大家這邊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我們繼續往下看 那這邊有一個基本的指令 抱歉這個plot這p應該是小寫 不應該是大寫 小寫就對了 所有的command幾乎都是小寫 plot就是x走和y走均為線性刻度 那有時候呢 你希望有些值要把它拉開來 你可以用另外一個command 叫loglog 這時候x走和y走呢 都是對數刻度 對數刻度呢 就會把值比較小拉比較開 值比較大把它壓比較緊 後面就會有範例 然後有一個semi log x 就表示x走 有沒有這邊有log x 所以表示x走是對數刻度 但y走是線性 linear 那電腦過來一個semi log y 是表示x走是線性 但是y呢是對數刻度 那麼另外一個command 叫plot yy呢 就是把兩條曲線呢 把它畫出來 但是它的刻度呢 分別顯示在兩邊 我們來看這個範例 這個範例呢 我們用x走為對數刻度 然後來對正弦函數做圖 那麼x也是linear space 從0到8pi等分取100個點 然後把它畫出來 那得到的結果呢 就會變成是這個樣子 各位看到這邊是對數刻度 所謂對數刻度的意思是說 你如果對x走上面的值呢 取log 那上面的點呢 會是成線性刻度 所以你看 這邊是10的-1次方 10的0次方 10的1次方 10的2次方 再過來這邊就是10的3次方 10的4次方 所以表示越變越大 所以這邊 這邊代表1 這邊代表10 這邊100 再過來1000 再過來100 所以後面會被壓縮得很厲害 越後面會被壓縮得很厲害 越後面會被壓縮得很厲害 但比較前面的部分 會把它拉開來 所以這叫semi log x 但y軸還是線性 y軸還是介於-1和1中間 那麼下一個範例呢 是把畫出兩個刻度不同的y軸 所以以上我就直接畫plusyy 那麼y1呢 是一個sin 正旋波 y2呢 是一個exponential-x 那y1的值呢 很明顯是在-1和1中間震盪 y2的值呢 因為是exponential-x 當x等於0的時候它是1 當x越大的時候它會越來越小 所以這個y2的值呢 是介於0和1中間 那我們把它 這個範例呢 把它畫出來 就得到這樣的結果 你可以看到這兩條曲線 第一條曲線是y1 藍色這一條 有沒有 那它們兩邊的x軸的刻度是一樣的 但y軸的刻度不一樣 藍色對藍色 所以這邊從-1到1中間 那y2呢是綠色這一條 那綠色的座標呢 就是從0和1中間 就是綠色這條線它的大小只要看右邊的 這邊的刻度 所以這個 就是所謂要特別注意 兩邊的刻度不一樣 這就是plot yy的功能 那plot指令呢可以接受一個控制自傳的輸入 你可以控制曲線的顏色格式和線標 所以它的command就plusxy 然後後面就打的是clm 而且這邊就是單引號才對 我不曉得到powerpoint上面 它都特別幫你加工 不知道加了什麼東西 這很討厭的地方 它是特地幫你改一個東西出來 實際上這就是單引號 就是撇一次而已 那麼c代表曲線的顏色colors l叫light style 曲線的樣式 那m呢是它所用的marker 所以你只要把clm給它 你就可以畫出來 任何你想要的顏色 想要的style和想要的marker 這邊一個範例 x呢是0到4pi 從0到4pi 然後每個0.5跳一點 0.5跳一點 這個我們上回就已經講過 y等於sinx 所以一個正選波 好 我們來看看這裡 你的clm在哪裡呢 c是這個k k代表它的color k代表的是 這是什麼color呢 這是黑色的 black 你會問說那個black 為什麼不是用b呢 很不幸的b被blue給散掉了 blue也是藍色的 所以它就用k來代表 然後冒號clm 這是line style 就是用什麼樣的曲線 那冒號就是一點一點 所以你講那叫點線 或是叫虛線 意思是一樣 那它的m marker呢 是後面這個 整個都是marker 叫diamond diamond是什麼東西 diamond是鑽石 鑽石就是菱形 叫diamond 好 那結果是什麼樣子呢 結果就是這個樣子 可以看到它的marker 這邊都打一個菱形在上面 那中間這個線呢 是用點線 看起來不太像點線 反正像虛線一樣 就把它連出來 那顏色呢就是黑色 因為你已經設定它的顏色 它這邊有各式各樣的顏色 讓你看一下 前面b就代表blue b代表blue 這個sion sion我不曉得中文 就要翻成青藍色還是怎樣 翻不太出來 就是有點像青色 有點像綠色 這要看著才知道 顏色我沒辦法用言語來描述 綠色叫green 這簡單 黑色叫black 這個叫magenta 紫黑色 好像應該是紫紅色比較對 就類似 那種猛 那種元素猛的顏色 是比較偏像紫色 這紅色 這white 不用講這yellow 其他都很明顯 只有 黑色是用k來代表 其他都是用第一個字母來代表 那各位知道它都有RGB 有沒有所有的顏色 都可以分成RGB三個分量 青色就不入RGB 所以blue就是1 青藍色是g和b都是1 所以就是green和blue都是1 綠色是green 黑色是全部都沒有叫黑色 紫黑色是RGB R和b red和blue加起來h 偏向紫色 那這個紅色 白色是全部都有RGB全部都有 黃色就是R加g 就是紅色加上綠色就會變黃色 但這講的是指的是光線 光線不同顏色合在一起會變什麼顏色 這跟水彩不一樣 各位如果玩水彩就知道 你水彩你 這邊是水彩的紅色加綠色會變什麼 紅色加綠色會變黑色喔 反正絕對不會變黃色就對了 不相信各位可以試看看 所以這水彩和顏色是不太一樣的 那麼Line style就是說你可以打 一個減號它就是實線 這是一個預設值 打兩個減號就是一個虛線 打一個冒號就是點線 打一個冒號就是點線 打一個減號一點就是點虛線 反正就會出現不同的Line style 看你讓你去選用 那麼Marker 你可以打圓形可以加號 打X就是X號 打Star就是星號 一點就是點號 打一個到V就是朝上三角形 打一個V字形就是朝下三角形 後面還有 大於就是朝右 左於就是朝 小於就是朝左 Squared就是方形 Diamond就是菱形 Pentagram這就是五角形 像美國五角大廈那個字是什麼 各位知道吧 有沒有人知道 同學來立刻查五角大廈 Google翻譯一下 Hex六角形 所以Pent開頭的Penta開頭的 都是五角形 有沒有查到 Pentagon 對 所以Pentagon Pentagon就是美國五角大廈 所以記得五開頭就是Penta 就是五 好 這關我們的Plot指令呢 也會根據坐標點自動決定圖軸的範圍 那這邊有幾種 你可以直接指定它說 我把圖畫完了 我下一個Commet叫Axis 然後把X的最小值 X的最大值 Y的最小值 Y的最大值 給它 它就把它一切 然後只留下在這個範圍裡面的圖 放在圖軸裡面 那如果不給它呢 它會用預設 譬如說我們看這個範例 X軸從0到4Pi 每隔0.1 0.1 你把他畫出來 畫出來之後呢 理想上你應該看到整個圖形嘛 X軸 Y軸 全部出來了 但是我要限制它的圖軸的範圍 第一個呢 我限制它 X從負無窮大到無窮大 那你 這個一旦使用負無窮大到無窮大 這就表示說 我直接抓Data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這不是真的把它設定到負無窮大和無窮大 你只把它拉到無窮大 你根本什麼資料都看不到 所以這是一個特定的值 一看到這個值 你就知道是 它是抓資料的最小值 資料的最大值 X軸 那麼Y軸呢 它抓的值呢 是最小值是0 最大值是1 那把它進行出來 然後就可以畫出來 拆看看 畫出來的圖是什麼樣子 直接看 畫出來的圖是這個樣子 你看 我剛剛講先看Y軸 Y軸 我只要畫0到1 所以你看 它是最小值是0 最大值是1 那X軸呢 我要設定 負IF 和IF 我去抓資料最大值 最小值和最大值 資料最小值在哪裡 在這個地方 X軸在這裡 最大值呢 在哪裡 下面還有 只是被切掉 上來 到這個地方 被切掉 所以只有只畫出這樣的圖出來 所以特別要知道 INF 抱歉這不是一個指令 這是一個 INF 這是一個內定的數值 一碰到INF 它就知道說 是抓資料最小值和最大值 本來INF 指的是infinity 無窮大的意思 所以 minus infinity 就是負無窮大 然後 INF 正的INF 就是無窮大 但是 在這裡呢 你用在圖軸的範圍 來用這兩個數值呢 它就會直接抓資料的 最小值和最大值 到這邊有沒有什麼問題 這幾台電風車好像也沒什麼用 誰有溫度計 我去跟系上反映一下 這個 現在大概幾度啊 有三十幾嗎 應該沒有吧 當然我在 我辦公室如果開25度 我穿這樣會覺得會冷 但是 麻煩哪一個同學能不能自願下次帶一隻溫 溫度計來 量一下幾度我才能夠跟系上講 說這個溫度到底要怎麼上課啊 覺得不熱的請舉手 有一個不熱 三個 兩個 覺得熱的請舉手 連攝影師都舉手了 可以開窗嗎 可以開窗嗎 應該可以吧 但是我不知道外面會不會更熱耶 開一下試看看好了 開一下試看看我不知道會怎麼樣 試看看 好 所以這是圖軸的範圍 用來控制圖軸 等於說用來控制你要顯示哪些範圍 那麼另外一個範例呢是說你可以再 加上所謂的 Tix Tix就是隔線的點 我們再回頭看看前面 有沒有在這裡 你出現 0 2 4 6 這個就是所謂的Tix 它的隔線點 在這裡出現0 0.1 0.2 0.3 這是出現它的隔線點 也就是說你想控制我不要這麼密啊 或者我只要少數幾個能夠 能夠秀出來就可以了嘛 所以呢你就可以用這個方式 來實現 一樣我這邊畫圖都跟前面一樣 X是從0到4π 每個0.1跳一個 那我就把它畫出來 sinx加sin3x對x來做圖 但這時候我要改變它的隔線點 改變它的Tix 那這邊就要用到一些比較底層的命令 才能做得到 它Madev沒有比較上層的命令 各位知道 這個Madev也是這樣 上層命令就是 一般來講是比較容易使用 那底層命令呢 就會比較複雜一點 你要知道很多細節才能使用 那這個意思呢 就是說 GCA呢 叫做GetCurrentAxis 就是把現在正在畫圖的那個圖軸當成一個物件 那個物件我把它抽出來 抽出來之後呢 我設定這個物件 它的某一個性值的值是多少 那這個性值呢 就叫YTick 就是Y軸的隔線點 那我把Y軸的隔線點改成-1-0.3-0.1-1 然後它就會把這個圖把它改掉 那這個GreedOn呢 只是把它 它的 它的隔線把它畫出來 這裡有些 加上隔線 所以出現的效果 是 這個樣子 有比較涼嗎 有喔 有有 好 有就好 我畫出來的圖是這個樣子 那它的隔線點呢 它的隔線 這個叫隔線 那我改變的是什麼呢 我改變這幾個隔線點 有沒有 我改成-1-0.3-0.1-1 搞完之後呢 它在GreedOn的時候 只會畫這幾條 其他它就通通不畫了 這樣的話你可以去凸顯 你到底是需要拿幾個數值顯示出來就好了 所以這邊有講 GCA是傳回目前中使用的圖軸 GCA是屬於Handle Graphics使令 後面會再仔細的講到 但另外一種情況就是說 我不但隔線點 我這個值顯示出來 我還要把這個圖改掉 我不喜歡秀這個值 因為這個值可能 沒有代表什麼特別大的意義 或可能這邊要改成中文 比如說這是一個臨界值 這是一個什麼最大值之類的 那也是一樣也做得到 那怎麼做這件事情呢 就在這裡 你看我把 我把它的Y的Tick把它改掉了 同時我要改它的TickLabel TickLabel就是它的格線值上面 它的要打的數值是什麼 我把它 有沒有我改成這幾個字 極小值 臨界值 崩潰值 極大值等等 那這邊都應該是Single Code 都應該單引號才對 但很不幸的這PowerPoint也製作聰明 它不要不知道加了什麼東西 變成一個很奇怪的東西在上面 不然的話都是Single Code 這也是Single Code Single Code 那這幾個呢 它必須要用一個大刮斧把它刮起來 有沒有 這邊一個大刮斧 為什麼要大刮斧 因為它這不是一般的矩陣 如果這邊是數值 比如說這邊是1 2 3 4 那當然你就用一個矩陣的符號 方刮斧把它刮起來 那它因為用大刮斧把它刮起來 表示這裡面 不是一般的數值 而是一個字串 那我就可以用大刮斧把它刮起來 當成一個單位送進去 所以這邊就直接改變了隔線點的文字 所以出現的效果是類似這個樣子 可以看得到 圖都跟以前一樣 但是這邊的值被改掉了 一個極小值 零件值 崩潰值 極大值 那其他都沒有變 再來 兩個競賽 到這邊有沒有什麼問題 있고요 請問了 請問讓他找出他的局步的aufen Analytics 那就跟上次這位同學問的一樣 你要找局部最大值 局部最小值嗎 可以啊 當然可以啊 但是這個 對 我上次講說這是一個好作業 但是我又忘了出這個作業 可以 可以做的 那是一件小事情 小事情 那我們先下課休息10分鐘好了 待會我就簡單說明一下 怎麼把它的極大 局部最大 局部最小找出來 好 我們先休息10分鐘